歡迎收看財經Espresso 晚上好,我是林德成 馬上來關注今晚的財經重點 投資者今天拋售銀行股 導致馬股連續第三天下滑 最終B10報1613.17點 不見了22.2點 有分析指出 馬股今天被多重因素夾攻 第一是隔夜歐美股市大跌 第二是中國製造業指數 創下6年半新低 第三是有關首相納吉 被美國司法部調查的傳言 從而令到馬股今天下跌收場 外資今天選擇賣出股票 總共競賣了5億4,661萬令吉 本地機構買進4億9,267萬令吉 散戶也買進5,394萬令吉 接下來有企業Black1單元 一開始有EMDB的新聞 有關脫售電力資產的活動 一馬發展有限公司 已經初步圈定4家競標者的名單 他們分別是卡達爾 Nabras電力公司 香港上市公司 中國廣和美電力控股有限公司 根據消息人士透露 另外兩個是沙迪阿拉伯 ACWA發電國際和國家能源 據了解 有關電力資產的股份價值 可能高達80億令吉 接著 米特洛建議和大股東 MatsTube公司 聯手投資酒店業務 將以4億6,740萬令吉 收購印度五星酒店 Lelagoa 文告指出 雙方將合作投資在印度的 Seres酒店私人有限公司 再透過後者收購Lelagoa酒店業務 第二則財經新聞 由於馬幣下跌 導致投資控股的經歷暴漲 雪藍額失業截至今年7月31日為止 第三季的經歷成長超過4倍 至4,464萬令吉 不過9個月的經歷卻下跌 34.8%至1,981萬令吉 第三季的營業額也增長了 5%至2,476萬令吉 感謝收看 祝您晚安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